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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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片沿黄河分布的赤色山体 从高空幅看 一处弧度饱满的山湾映入眼帘 它藏身于赤色山体之中 若是从远处观望 很难察觉到它的存在 在山湾的绝壁上 分布着数十个洞口 这些洞口距离地面足有四十余米 在近些年修通战道之前 崖壁之上根本无路可走 仿佛与世隔绝一般 这些洞窟不仅洞相通 规模庞大 洞内还留有许多年代久远的遗迹 似乎很早之前便有人在此活动 究竟是什么人进入了这些绝壁洞窟 他们来此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卡塔组跟随永靖县博物馆 原馆长罗洪舟 来到了永靖县刘家侠镇的罗川村 罗洪舟告诉考察队员们 这里曾经也叫太极川 黄河再次蜿蜒流过 从空中俯瞰 这片河谷如若一幅天然的太极图 它黄河流进这个地方 就形成了一个太极八卦的一个图形 一个S弯 因此叫太极川 那么这一块地方由于罗新人来居住下以后 慢慢就开始把它叫做罗家川 他也望去 罗川村的后方便是连绵的赤色山体 山体之上 一片寺院建筑尤为引人注目 据罗洪舟介绍 这座寺院名为罗家洞寺 始建于明朝 最初的罗家洞寺 早已毁于大火 如今 人们对寺院进行了复原修建 并延长了上山的战道 将寺院与附近的绝壁洞窟连接了起来 在罗洪舟的带领下 我们穿过寺院建筑 来到东侧的一处山湾 一排排大小相近的洞口 出现在大家眼前 它们有的水平状排列 有的则是上下坟布 洞窟内部交互联通 似一处悬崖上的迷宫 如此规模 会是何人所为 看这洞里什么样 你看看这个洞里的地方 我看咱们这个室内的墙壁上 有好多这种 这种枣子枣子枣子 这都是人手工 手工人工造出来的 那您说这么大一个石室吧 要造出来需要多长时间 这是经过多少年 慢慢造出来的 这不是说一年就能造出来 或者几天都能造出来 在这面赤色绝壁之上 又有寺庙 又有人工开凿的石室 确实不多见 过去古人也会在崖壁上 开凿石室 比如敦煌的墨高窟 还有天水的麦基山石窟等等 那么眼前的这些绝壁洞窟 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然而在接下来的寻找当中 队员们并没有在石室当中 找到任何造像或壁画 就在这时 专家在离出石室内 发现了一个特别的地方 眼前这间石室啊 面积可能只有不到三平方米 之所以说的特别 是因为这个规整的石坑 在石坑的四周 还有许多明显的凹槽 据专家分析 石坑之上曾经被放置了一块木板 目的应该是为了保存石坑里的什么东西 这让队员们不禁好奇 这精心设计的石坑 究竟是做何用途呢 与石坑紧邻的 是通向外部的门洞 罗洪洲上前仔细观察后 又发现 你看这个门洞是干嘛的 这个门洞啊 放横梁的 门的横梁的位置 下面下来这一个盐 这个盐是一个门处 门处下去就向在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窗户 也就当时是一个窗户 这样封闭起来 这是一个窗户 那么这个窗户 我们可以采光嘛 因为这个洞 里面就是比较暗 对 打开这个洞以后 可以采光 这个窗户是两扇木窗 一到晚上的时候 可以把它分起来 分起来的时候 就把风挡住了 就两扇 两扇 其实一关死 这个地方就封闭起来了 封闭起来了 对 一打开 就可以见阳光 也可以观察外面的地形 对对对对 这要看来 又对视非公把它走出来 那往走出来 这样有坑干吗呢 其实啊 这个呢 是一个积水坑 积水坑 积水的 对 积水的 那么这个水从哪里呢 你在偏移下雨的时候 从这个地方 在牙壁上会流下来 好多的水 哦 从牙壁上流下来好多的水 那么这个水啊 可以送给这个 你看它的斜坡是从 从上而下这么斜面 水就流到这个坑里面 嗯 我觉得您说的很对 你看这个地面之上 还有很多这种水石的痕迹 对 水石的痕迹 也就是当时这就是一个 急雨的这个 这么一个通道 对 急雨的通道 对 原来 这是一处古人精心设计的 蓄水池 每一次降水 雨水都会顺着门洞 流入时空之中 可以满足基本的饮水需要 不仅如此 人们还在石坑之上 铺设了木板 这样 既可以减少水的蒸发 也不影响蓄水池 上部空间的使用 可谓一举两得 而类似这样的设施 在其他时事中 也还有很多 上面这个 现在黑黑火火就这些 哦 这都是烟熏的 烟熏的痕迹嘛 灰尘是很厚的 这个烟熏的 这个是很厚的 说明这里生活的时间特别长 你看这是那个 这个 这个灶腿 这个地方本来是一个灶腿 哦 这是烟熏的 这是烟熏的 香腕排烟的烟熏的 这个出烟熏的 这是一个出烟熏的 哦 这是烟熏的 这个烟熏的烟熏的 烟熏的烟熏就拍出去了 那么烟熏就拍不完的烟 就从这儿也可以拍出去了 种种迹象表明 绝壁之上的时事中 曾有人在此长期生活 然而 这里并没有明显的工坊设施 显然不是一处古代军事仪器 古人为何要大费周折地 修建这些时事呢 咱们这个崖壁上有多少这样的洞啊 我们这个崖壁上 我们组过一个初步的统计 大约有八十多个洞 有八十多个洞 八十多个洞 那最多的时候能容纳多少人 这八十多个洞 按照这个家庭一般的组成 那就是说无垢之家的话 那就能容纳四百多人 四百多人 相当于一个村落的人口 很难想象 这处绝壁之上 曾是一番怎样的景象 而即便是在如此狭小的空间中 人们依然没有放弃 对居住体验的追求 根据刚刚的介绍啊 这个设施就是那会儿老百姓 生火做饭的地方 那么他们吃完饭之后 去哪儿休息呢 来跟我看这儿 这个门窗啊可不简单 它是连接两个时事的一个通道 当时百姓吃完饭之后 就是从这儿到这个房间去休息 我试一下看能够爬上来 还是有点难度的 你看啊 越有厨房越有卧室 这可以说是一户大户人家了 按现在的话来说 这就是一户三室一厅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 出于什么目的 修建了罗家栋 这处规模宏大的实事群呢 历史上啊 古人竹学而居 竹崖而居的现象 其实并不少见 从早期的北京轴口店 山顶洞学居一址 到贵州安顺紫云的学居部落 北京延庆的古崖居一址 人们或是利用天然的洞穴 或是在崖壁上人工开凿 留下了一处处独特而富有智慧的建筑器官 专家告诉队员们 无论是学居还是崖居 古人之所以选择这种特殊的居住方式 除了生产力不足的因素之外 还有以下几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就是山多地少 没有地方盖房子 贵州安顺的学居部落 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第二种呢 则是出于军事防御的需求 有观点认为 北京延庆的古崖居 很可能就是当时用来屯兵 和存粮的 然而在之前对罗家洞洞窟群的考察当中 以上这两种推测都已经排除了 那么古人修建这处洞窟群的原由 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栏目的另一支考察组 在陕西省甘泉县 又发现了一处崖居遗址 那里或许就能够解答我们的疑惑 发现古崖居的地方 位于陕西省甘泉县县城西北 约30千米外的一处荒山上 这里洞口更多 洞穴的位置离地面足有近50米 在当地盘岩爱好者的协助下 我们开始陆续登上了 这些几乎垂直于地面的岩壁 手要抓实 脚要踩稳 好 身子给点劲 身子给点劲 看得上 进入洞窟之后 随行的专家很快发现 这些大小不依着方形石洞 都有着明显的人工开凿痕迹 不仅洞洞相连 而且还有通气孔 瞭望孔 等精心布置的设施 洞内还有石床 石槽等 而一面被烟火熏黑的石壁 更显现出这里曾经有人长期居住 有偌大的空间 也可以分隔 分隔为几个房间 还有这边这个窗户 窗户的作用呢 透空气 还有就是瞭望的作用 据考证 崖居所在的甘泉县 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 北洛河送贯全境 大小合钩密布 利于驻军和战事需要 春秋战国时期 已有驻军和兵士活动的记载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明转发 感谢大家 感谢你 感谢我 感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成了古人唯一的选择 那么在永靖县的罗家洞洞窟群中 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呢 在一处不大的时事中 一面写满文字的墙壁 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这里面的姓氏你看一下 有肖家 罗家 你看 王家 王家 刘家 刘家 还有捆家 你看都有 这跟您是一个姓啊 对 我也是本地人啊 我就是罗长村的人 这就是您的那个先辈 对 我们的先辈啊 那您看这个也是不也 对 罗玉仙 对吧 这个玉的配合 还有万的配合 那么这些配合是 我们这个地方来说的话 已经很早很早了 很早很早 罗洪舟介绍说 古时这里地处偏远之地 中原王朝疏于管理 面对频繁的战断 罗川村百姓 选择在山上 修缮避难和藏凉场所 从明朝到民国的数百年间 经过数代人的开造 动视规模不断扩大 最终成为如今的模样 明朝时候我们这个 罗家村这个地方 这个匪欢唱剧啊 罗家村这个地方 人不是太多 那么这些人要比 这些匪欢 一般是做不到的 那么就访 因此他们就想到了 在这个岩壁上 开造这个洞穴 作为这个避难场所 专家告诉队员们 当时的百姓之所以选择 在这里避难 与这处游行的山湾 密切相关 首先呢 这里地形隐蔽 您看 如果稍微换个角度 这个洞窟呢 就会进入视线的盲区 远方来犯的敌人 要是不熟悉地形的话 的确很难发现洞窟的存在 其次 这个山湾的开口 面向东北 而冬季盛行的是西北风 寒风大部分 会直接掠过祸口 因此呢 即便是熟久寒天 这洞窟里呢 也可以保持相对较高的温度 当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呢 村民便可以通过软梯 快速地上山 随后撤掉软梯 那山下的敌人 也就无计可施了 除此之外啊 专家发现 古人在这里营建避难所 还有一个天然的优势 罗家洞所在的这座山体 由下部的赤色崖壁 和上部的灰白色土层组成 两种色彩层次分明 相应成灰 在罗洪州看来 这一独特的丹霞地貌 为人们在此凿哭避难 提供了便利 你看我们这个洞啊 就开刀在这个沙岩上 红沙岩上 这是红色的沙岩 红色的沙岩 对 这种红色的沙岩呢 不游水的时候 它比较坚硬 但是与别的那种淹石 相比之后 它又比较松软 就那个别的那种石头的话 别的那种石头的话 就是开刀上比较容易一些 对于当时的先民来说 沙岩质地松软 十分便于开刀 坐落于永靖县西南处的 丙宁寺石窟 大大小小的窟坎 同样也是开刀在沙岩层中 然而 这种岩石 很容易受到雨水的渗透和侵蚀 如今在丙宁寺石窟的保护工作中 防治水患 依旧是一个重要课题 再次回看罗家洞 队员们发现 这里的石室 大多保存完好 墙壁之上 几乎找不到 任何雨水侵蚀的迹象 同为沙岩山体 为何这里没有受到水的侵蚀破坏呢 这是专家将目光投向了山体上部的图层 现在我们这个地方这个沙岩比较特殊 它是特殊的什么地方呢 我们看上面 上面是这个沙岩的上面有一层河卵生岩的沙层 那就是水长期沖沙以后流下来的 有了这个河卵石以后了 它把这个沙岩保护住了 为何说保护住呢 下面是白坨 白坨就剩下的水 就从那个河卵石的沙头里流出来 流出来就把这个沙岩保护 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帕水的沙岩之上 又有一层这种 保护层 天然的保护层 天然的保护层 对 原来在沙岩层之上 覆盖了一层厚厚的黄土 当雨水来临 黄土可以储存大部分的水 而在黄土与沙岩层之间 还夹杂着许多栗石 它就像一个天然的保护层 隔绝了雨水向下的渗透 正因如此 在山体下部的沙岩层中 很难找到雨水侵蚀的痕迹 而这些记录着珍贵历史信息的时事 也得以完好的存留至今 基土为岸 基石为滩 数百万年来 黄河从此蜿蜒而过 不断掏实着沙岩山体 在河流的突岸 堆积出广阔的川地 肥沃的沙之土壤 再加上黄河水的滋养 是罗川村一带 成为涌进历史上的一块富庶之地 黄土 这个黄土是黄河 长年流经在这里以后 它流经下来以后 形成的一种土质 这种土质里面 带了一定的沙 土质松软 便于作物生长 那么这个枣林本身就长得特别好 那么原来这个枣林是补充专家的 后来有些人 这个地方比较好 这里的人口发展很快 那么这里的地方小 不养人了 那么就开启这个枣林里面的土质 开始耕种了 当战事来临 罗川村背后的这面丹霞绝壁 成了山下百姓的避难之地 忽悠着他们度过难关 如今 罗家洞洞窟群 作为丹霞地貌中的一大人文景观 吸引了越来越多关注的目光 专家告诉队员们 除了这处绝壁洞窟群 在我国很多地方 都有类似的古代居住遗迹 他们或是藏在天然溶洞中 或是隐于黄土原下 甚至矗立在高耸的山殿 因为地质特点等原因 丹霞地貌中很容易天然形成 各种洞穴空间 充满智慧的古代劳动人民 因地质疑加以利用 把这些丹霞洞穴 打造成一个个宜居家园 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研究物证 和人文景观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